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等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 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易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易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易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易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它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它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 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笔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下面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调医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个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验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 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泰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我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啊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啊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啊 直接点返回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BTC了 第五步呢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1万U 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1000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流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件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限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想等价格低一些来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限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限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 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二二年十一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 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 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双号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陆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陆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获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10月27日 全国农服禁万家系列活动 在湖北省隋州市随线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农业农村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 交流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经验 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势 更好推动稳粮阔油 文产保工 服务增效 据了解 近年来 在各级各部门的引导推动下 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探索创新中加快发展 呈现出服务主体日益多元 服务对象持续聚焦小农户 服务领域日趋广泛等鲜明特点 目前 全国各类服务组织总数超过107万个 服务面积超过19.7亿亩次 服务小农户9100多万户 对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引领支撑作用 农业农村部总处牧师 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 出席活动并讲话 他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进一步加大引导推动 扶持服务规范力度 加快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 破面体质增效 要强化服务主体能力建设 推动社会化服务向经济作物 初期养殖设施农业等领域拓展 建立健全行业管理规范性制度 发挥试点引入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 更好的支撑小农户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在推进社会化服务发展中 要充分保障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根据农民的意愿和生产需要 发展单环节、多环节或全程服务 让小农户获得更加优质便利的服务 会上湖北省隋县、山西省旅粮市 安徽省喜阳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吉安市清园区、河南省郡县 湖北省众联粮市生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湖南省隆平好粮科技有限公司等 中部片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做经验交流 活动期间 与会人员还前往环潭镇 岳雄峰万亩游茶基地 安居镇隋州红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街镇隋县田馆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进行了现场观摩 2023全国农福近万家系列活动 由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指导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农业农村服务业联盟主办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协办 湖北省隋州市农业农村局 湖北省隋县人民政府承办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央视频 农市网 中国三农发布 三农头条 乡村振兴TV 密布视频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 抖音 快手 视频中国 斗鱼 新浪新闻等20余家平台 和举证账号同步直播 各省区 市 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部门 组织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有关负责人 服务主体及广大农户观看了线上直播 由张九云指导 云云编剧 欧豪 张慧文 赵志伟 为领衔主演 诗诗特邀主演 任佑伦 王一哲 阿丽亚主演的热血传奇年代剧 前夜今日10月13日于山东卫视播出 前夜以一个混进码头的小人物 灵溪 欧豪氏为切烤 讲述了一个被迫卷入多方势力纷争的普通青年 如何蜕变为一名有理想 有信仰的共产党员 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兄弟 亲人 爱人 又是如何在动荡的时局中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的故事 换套路《三段式叙事法》 前夜在叙事策略上 摒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 截取了三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夕 即1941年上海租界孤岛时期 1948年锦州战役前 以及1949年上海解放前 将故事分为三幕 这三幕分别作为剧情不同阶段展开的基石 将充满成长湖光的小人物与家国天下之大变革巧妙结合 深刻的刻画了不同阶段中的人物关系变化与人物命运走向 打造出充满张力的故事漫络 同时也令人充分感受到热讯年代剧的传奇之处 除此之外 前夜还擅长以情写人 打造群像 展现了丰富动人的亲情 爱情 友情 家国情 这种多众情感的融合 在不同时期成为推动人物关系转变和决策的关键动能 也让观众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些小人物依然会有理想与信念的坚少 以热血的强情绪输出 打造全剧热血传奇年代剧的特殊观看体验 大手笔《沉浸式电影感》 本剧导演张九元曾在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学习视觉艺术专业 在视觉呈现方面 他对自己和剧组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创作团队根据剧情中的三个阶段 以及解放后的部分单独设计了四种不同的影条 摄影指导陈玉鑫制定了一套戏剧性灯光设计 每一个阶段的影调 基本都以戏剧性为前提 营造一种类舞台形式的光影氛围 夜戏用红蓝混合的霓虹光作底 体现1941年上海租界的繁华与灯红酒绿 在质感上最大程度去营造现代感 让民国片也能散发出赛博朋克风 在白天的戏份中 画面更是充满了迷宗感与复古感 部分室外的场景甚至使用到了夜拍日 通过更好的控制光笔 营造出了一种极致暗黑的调性 这种情绪与氛围的烘托 使前夜的好看落在了三个字上 电影感 前夜将紧凑节奏与热血氛围巧妙结合 讲述了一段抗战时期的上海底层小人物们 如何为了理想曲折而战的信仰养成实 彼时上海正直动荡之期 男主林熙和兄弟李于飞人又伦是 因什么要事与热血女学生苏男张慧文是 及军统特工周应群 赵志伟是 结实 但他们都万万没想到 这把钥匙背后的真相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 各方势力分治 在一次次敌我关系的变换 以及生死的较量中 前夜不知何时才能迎来破晓 而他们最终能否共同破解敌人的阴谋 一起接手住自己心中的理想 每日19点35分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 我们共同揭晓 问 近期股市出现波动 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 从融资轻投资的争论较多 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 这段时间以来资本市场震荡走弱 波动加大 不少投资者深感忧虑 提出意见建议 我们认真倾听 感同身受 我们深知 只有广大投资者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才能有牢固的根基 从而真正实现稳市场 稳信心 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是政监会的法定职责 也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监管工作政治性 人民性的直接体现 目前 我国股市有2.2亿投资者 基金投资者更多 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最大的事情 也是我们巨大的优势 从历史看 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之初 广大中小投资者就是最主要的参与者 可以说 没有1万中小投资者的积极参与 就没有资本市场30多年的发展 他们是市场的功臣 保护好广大投资者是我们巨大的责任 从现实看 股市已经成为居民配置资产的重要渠道 市场波动直接关系老百姓的钱袋子 相比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尤其是中小投资者 在信息 资金 工具运用等方面存在劣势 更容易受到财务造假 欺诈发行 操动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侵害 这要求我们劳共树立 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 始终把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作为功夫的重重之重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 但落实中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距离大家的期待还有差距 市场投资和融资是一体两面 我们将更加突出以投资者为本 本就是根 根深才能目茂 只有把投资者保护好了 市场繁荣发展才有根基 我们将把这一理念贯穿到 市场制度设计 监管执法各方面全流程 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的制度机制 全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 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 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 市场的公平正义 问 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 在制度设计上如何体现 答 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 要在制度机制设计上 更加体现投资者优先 让广大投资者有回报 有获得感 一是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上市公司质量突出 体现在给投资者的回报上 上市公司要牢固 树立回报股东意识 没有合理的回报 就不是合格的上市公司 投资者买股票是要回报的 股市的长期回报 要能高于存款 债券的收益 才是更加可持续的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上市公司质量评价标准 突出回报要求 大力推进上市公司 通过回购注销 加大分红等方式 更好回报投资者 支持上市公司 注入优质资产 市场化并购重组 激发经营活力 巩固深化常态化退市机制 对重大违法和没有投资价值的公司 应退进退 加速优胜劣汰 二是回报投资者 要发挥证券基金机构的作用 我们将竞选保健机构评价机制 突出对其保健公司的质量考核 特别是对投资者回报的考核 不能把没有长期回报的公司 带到市场上来 我们将完善基金产品注册 投资能力评价等制度安排 引导投资机构转变重销售轻服务的观念 增强专业管理能力 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 更好满足投资者财富管理需求 三是梳理完善基础制度安排 全面评估发行定价 询价等机制 支持更多投资者参与 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把公平性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健全适合国情事情等 量化交易监管制度 优化完善减持 融券转融通等制度规则 问 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 在监管执法上将如何体现 答 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 必须依法全面加强监管 特别是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的骨干力量 目前总体情况是好的 但有的上市公司诚信意识不强 上市目的不纯 缺乏公众公司性工的基本认知 侵害投资者利益的事实有发生 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 我们将接手监管主则主业 落实好金融监管 要长牙带刺 有棱有角的要求 加快完善更加严格的资本市场监管 执法体系 增强监管穿透力 对于欺诈发行等 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 坚决重拳打击 让其倾家荡产 老底坐穿 对参与造假的中介机构 一体追责 让其痛到不敢再为 坚持以投资者为本 本利而盗生 保护好投资者 切实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 市场一定会走出短期的困扰 回归到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来 我们坚定相信 我国经济的前景是光明的 我国股市的前景是光明的 最新消息 A股大逆转 三大股指强势收红 1月24日 两市早盘高开低走 午后迎来V型反弹 截止收盘 上证指数涨1.8% 深证城指涨1% 创业板指涨0.51% 户深两市成交额超过7600亿元